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哥 你也不会受到这么大伤害 那两个人类固然可恶 但真正可怕的是那个人类女性 她的实力即使是正面攻击 我们也抵挡不住 大哥 老二 我快撑不住了 你别管我 自己跑吧 有的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我们不是接到了救援的信号吧 你赶快与他们会合 他们想得到我的魂魂魂骨 简直是做梦 骨子就是自毁 也不会便宜他们的 不 大哥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绝不会放弃你 受力控制灵狱 受到如此中创 居然还有有异力反击 不愧是星斗大森林两大帝王神兽 死亡灵狱 两头神兽比我想象的还要顽强 必须强 也拥有着比我想象中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受到如此重创的情况下 还能一边阻挡追击 一边疯狂逃遁 如此强横的实力 意味着他们的魂魂魂魂魂也是疾病 一旦为我所得 我就有绝对的信心去冲击最后一步 陛下 我们现在 那两头畜生已经到了油镜灯窟的边缘 避免夜朝梦多 立刻给我击杀 随便 随便 第九魂祭 菊花残 满地上 第九魂祭 地狱王阳 抵发魂祭 热血沸腾 魂天神 这一战的手工 被我凌冤斗罗莫属 第九魂祭 天晴几米雷霆 烂开灿之心 我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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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 不对 阵营中夹杂着一股狂乱的魂力 这是一种魂剑 难道是大明耳明的兵俗剑 难以领域 不好 两大神兆的魂力 一下子虚弱了很多 我真是低估了两大神兽的决心 冰死一击 居然令我五魂帝国损失一名封号斗罗 陛下 要不要再发动一轮攻击 不需要 两大神兽身中巨弱 越是凭此反击剧毒发作越快 减缓追击速度 小心两头畜生的临死本事 越是到了最后越要警惕 这两个魂还我势在毕 绝不容许有丝毫差错 是 追击大明耳明的那些气息 还在不紧不慢地跟着 两大神兽的冰死半斤 未能造成足够伤害 这样的重击下 弊平中的气息丝毫没有变数 他的实力恐怕已经不弱于旧事旧级的波在西了 以我目前的实力能从他的手中救出大明耳明吗 经历海参前七考 获得实力也大幅提升 八十五级的魂力足以于普通封号斗罗一较高下 但是比比东 他的实力早已超出了普通封号斗罗的班冲 无论是魂力等级 还是魂魂魂魂魂魂魂 我都不占优势 唯独这个 海参森叉戟是货尘价实的神器 在武器上 我占据优势 只是 就算是神器 我现在也发挥不出他的完整实力 曾祖那把修罗魔剑 似乎也是不弱于海参三插戟的神器 可惜曾祖已经远去 我也无法 我都不弱于海参三插戟的神器 这是 这是 大明耳明的气息又变弱了 我必须更快 再快些 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 已经相当无意了 到下吧 成为我的魂魂魂魂魂魂 是你们的荣幸